如果我们不能够拯救一个绝望的母亲 如果我们不能够让这个母亲从人希望我们有什么福德穿上这些衣服 我们案的不是案子 是别人的人生 我昨天网上就看了张一谋的电影《第20条》 打车回来的路上我在琢磨着 我说一定要坐一起请好好夸阔这个电影 这电影真是相当不错 代表着张一谋电影的最高水平 他里面讲案子几个案子交织在一起 故事编的相当结实丝丝入扣 法律原则法律矛盾 法律事实和人性的冲突 展现的淋漓尽致 这部片子很有人情味 很接地气 直面社会现实 应该说张一谋这个电影走心了 我很后悔我没先去看这个电影 我是先看了麻辣滚烫 我给麻辣滚烫很高的评价 但是和麻辣滚烫比起来 这部电影更让人难忘 这个电影国家最高级 影视中心的介入 是这个片子 在法律上站得住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为讲的是个法律故事 我没去看豆瓣评分 那你要问我的话 我给这部电影打出最高分 也不是没毛病 这电影如果能少一些贫嘴 特别是玛丽和雷佳因 这对夫妻的贫嘴 我们马丽的戏我们俩设定这个夫妻关系就是犯罪 不是我养瓜的吗 我不难受吗 你难受吗 我没看出来呀 实话是我很喜欢这个贫嘴 他们贫嘴的时候我就止不住的乐 咯咯咯笑 全场都笑 有的时候干脆哈哈打笑 多数情况下是会心的温宵 真的太精彩了 但是从电影的整体的艺术效果出发 还是可以考虑删去一部分 删掉一些可有可无的 本来已经很多了 比方说现在你放这么多就可以了 但就放这么多很满往外流 如果删掉一些贫嘴啊 这部电影几乎可以打满分 所以我推荐所有的朋友去看 看了不后悔 张知识 对张艺谋啊 这个人我们必须刮目相看 很长时间了张艺谋一部一部片子 有亮点有特色 有新的T恰的探索 但总的来说评价不是很高 满江红好一些 但是这部片子看完了 对张艺谋必须刮目相看 简单说就是有笑点 有泪点 有深度勾得上春节当地不好电影 这部电影我告诉你 最拿人的站得住脚的 就是直面社会现实的法律问题 这次算是着准了 两个小细节 两个检察官为了搞到线索 跑到一个小麦店里面去了解情况 小麦店店主说 我们店里在搞促调活动 200块钱送中华 然后他就拿了200块钱 说我100你100 两个人给了200块钱 然后说你说吧 他就吞吞吞吞说了一点和案子有关的情况 马上就说 我们店里是在搞活动现在呢是400块钱送中华 说你刚搞完呀 那两个人把钱错了错 一共错了400块钱给他了 结果也没说出啥来 一个胖女人走出来了 就不让说 因为在这个村里面啊 恶势力当道 没人敢说 但是这个开店的小夫妻又想炸两钱 送了小管的中华牙膏 如果作为小品很好 但是放在这个里边呢 就有一点悬宾夺主 但是这个悬宾夺主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不能接受的是 雷家印扮演的这个检察官啊 他进到这个小卖店的时候 乐盈胖甲林的前男友 正在看电视 然后他看一会电视 盯着雷家印看看 看会电视盯着雷家印看看 因为电视里播放那个人 正是满江红里边那个 雷家印扮演的秦桧 这就跳的太远了 大概张艺茂先生认为 满江红很好呀 又是雷家印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重点强调 在戏剧理论当中 这叫剑离就跳出来了 这个剑离当然也许爱艺术创作 可是这个地方跳的太远了 以至于它增加了欢乐的气氛 但是却影响了人们 对这个电影的理解 如果只有一个地方跳出 那还是个小bug 但是里边呢 搞笑的时候 搞笑成分居多 影响了这个电影的观感 可是我说 这些都不是问题 可能是对艺术的不同的理解 同样是一个事情 叙述的方式不同 不是张艺茂做的不够 而是虽然有这样的一些 过于贫嘴和游离的地方 但是大家还是被感动 最后在听证会 很多人被感动 我怕没有人还绰绰答答 好了 简单规矩一下 张艺茂这部电影相当成功 成功第一 就是张艺茂的片子 在每况愈下的时候 突然有了这么一个好电影 好比是A股大盘 全线崩溃的时候 突然间 谁都没想到 他上了一半点 第二条就是普法 很多人说 就是个普法的故事 我告诉你 我看了之后 这绝不是一个法条 装一个故事 或者一个故事来 全是一个法条 那就太楼了 过去的法制片子 我都做过很多 这种片子里边的嘉宾 张艺茂这部片子 是一个非常精致 饱满的 精彩的 深刻的作品 第三 所有的表演 全部到位 雷佳茵 马力这小夫妻的表演 简直是炸烈 我问你 有谁还敢做好事啊 有谁还敢做好事啊 报警干什么 啊 张婉 这是什么 面对三个人为偶 周显平将其中两人扎伤 故意伤害 15年贾云科伤人案 故意杀人罪 16年和风伤人案 故意伤害罪 17年曹爱玲伤人案 故意伤害罪 都这么办的 都这么办的 你觉得这些都对吗 怎么不对 哪不对 学校的教导主任 也是可圈可点 到位啊 第四 这个故事肯定是编的 但是一点也不声音 非常丝滑 就是说 你见不到人为编造的痕迹 但是又相当饱满结实 第五 在所谓电影的特技效果上 没有任何炫耀 张艺谋先生 大家都知道 他是摄影出身 大色块 大场面的运用 可是这个片子相当平实 没有炫什么特技 效果 没有任何炫耀 就是那么平白的讲故事 故事本身就够了 第六 这个片子探讨的是真实的问题 困惑是真实的困惑 电影当中的几乎每个人都在一种困惑当中 最后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最后听证会呢 当然是演员的表演 但是这个演员的表演 在司法的深度上 让人们已经完全忘记了 他们是在表演 人到中年的雷家印扮演的这个检察官 他的那些话重重的敲击在每个人的心上 他回答了每个人心中的困惑 我的一个朋友在网上跟我说 他是个大律师 他都说真是吧 灵魂深处发出震颤 最后我想说说 第20条之所以成功 导演是张艺谋 编剧是李萌和王天义 编剧了不得 没编剧呀 这个片子成功不了 这个片子的成功第一功劳 不是这句好演员 而是编剧 剧本的重要性 我们很多人没有给予特别的重视 张艺谋以前的片子 之所以有的片子也就那么回头事 我告诉你 主要是失败在编剧上 导演手法没有问题 导演的色彩运用 画面运用没有问题 张艺谋以前的若干大家不喜欢的片子 或者是觉着他走下坡路 当然人家走下坡路 人家是专业的走在路上 那个时候编剧上不行 这次用了好编剧 编剧编了个好故事 经得起推敲 尤其是法律点 经得起推敲 第二十条就是一个法律点 好了 不能再剧透了 片子就说到这 感谢各位收看 看完了之后去看电影吧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民民地市 东城区居民斯法兰 我在海南 郭春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